在三国时期,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蛮荒状态 积水县这个地方经济文化更是落后 但是为什么就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 会出现一个规模非常宏大的古墓呢? 墓主人到底是谁? 这些疑惑一直都在考古专家的脑海中环绕 专家虽然猜测出这是三国东吴的墓穴 但是墓主人的身份是很难猜测的 为了搞清楚墓主人的身份 专家们就特意走访了附近村庄打听消息 就在一个名叫谭部的小村庄 打听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 那里的村民都以谭少为祖先 于是专家们就立即调查谭少的身份 专家们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记载 发现这座古墓很可能就是谭少的 在三国之中的记载 谭少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潘夫人的姐夫 是个奇都位 不过后来因为失宠带领家人隐居故乡 死后丧到了积水 孙权的潘夫人年轻时 均为自己的父亲犯了法 她和姐姐都被发配到知识做苦力 不料刚好被孙权给碰见 于是就这样成了孙权的夫人 后来生下了孙亮 潘夫人就这样成为了皇后 而潘夫人的姐姐则嫁给了朝中官员谭少 于是就这样孙权和谭少成为亲戚 孙权去世后 孙亮就继位成为东吴大帝 谭少也因此平步青云 成为了孙亮身边的心腹忠臣 并且被封为奇都位 保护皇室安全 从故事情节和牧师规格看得出 与这座古墓是相吻合的 而且史料记载 墓地建造时间也差不多 不过因为墓葬经历了多次的盗绝 墓中并没有刻有问题的石碑文物做证据 所以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还是有待进一步确认的 们 niye温暖和古墓 来给我们思考 人正在这风陵人去世后 事故人